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陪胎是追剧体验狐妖小红娘王权篇 承意拍摄王权富贵第十一周 第十一周,承意在剧组的每一天都如同色彩斑斓的画卷 紧张而充实,随着剧情的展开 他忙碌于坐鱼灯,赏花灯,参与祭祀,传珠恋 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神秘与期待 本周承意上下班记录如下 路透照中的承意,或专注的制作鱼灯笼 或树柱道具,品尝柱道具 是的,哥哥减肥晚上不吃饭拍夜戏 可道具瓜子看上去太香了 忍不住尝了一颗,那份敬业与坚持让人敬佩 而剧组中的群烟小姐姐们 宛如一幅幅生动的画卷 美丽得如同仙子一般 听说承意剧组曾经招过群烟 想必都是如花似玉,美丽动人的果果吧 在这样的环境中,承意被众星捧月搬围在中间 真真看不下去了 跟唐僧掉进女儿国一样一样的 每当闲暇之余 承意看剧本是保留节目 剧组的人都知道 那是他的舞台,也是他的创作天地 他用心去感受每一个角色 用情感去诠释每一个情节 让人们对他的演技赞不绝口 看过莲花楼剧本才能有体会 一些寥寥几句的台词 他总能发挥出无尽的魅力 将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本中,承意的抑郁风轻造型也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正面观的额视与腰视 侧面观的耳视猪串 背面观的发饰猪恋 每一处细节都彰显著独特的魅力 或许,这是为了祭祀节目而特别设计的造型吧 此外,承意在商务方面的成绩也颇为亮眼 3月14日的法莫西直播中 他与老搭档林小一起亮相 亲切地与粉丝们互动 还哀求大家不要再熬夜了 搞笑哥 你这个直播就是熬夜吗 别熬了啦 还有,留声机预告被巨熊代言的预热时间和官宣时间 是的,未来可期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